第三百三十三掌 翡色迷人 庄瑞把车停在了车库外面,打开车门将白石放下了车,憋了一天的白石马上在院子里转悠了起来,就像是国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庄瑞手里拿着刚买的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将车库里的节能灯给换了下来,原本有些阴暗的车库顿时变得亮如白昼,那一台台被塑料包裹着的崭新的机器清晰地显露在庄瑞的面前。 不过此时,庄瑞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那就是在他上次离开鹏城的时候,招呼赵国栋帮他把那块红匪毛鸟搬回到了别墅的地下室去了,现在仅凭他一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将那块重达五十八公斤的毛鸟再搬回到车库里面来。 庄瑞跑到别墅里面,比划了一下,发现还是不行,他倒是能暴动这块长方形的毛鸟,但是只能从中间横着包起来,这样就无法通过地下室的楼梯。 响了一下之后,庄瑞按响了保安室的对讲机,喊了一位保安过来,两人抬就比较轻松了,在将毛鸟搬到车库之后,庄瑞甩了一包烟给帮忙的保安,把他打发走之后,面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这块缅甸打磨砍场的红匪料子,除了外表厚达三四公分的石层之外,里面全都是翡翠玉肉。 虽然极品红匪只有最中间那团才是,但是,其余的红匪品质也达到了兵种,整块毛鸟的价格最低在两亿元人民币之上,由不得庄瑞不慎重对待。 庄瑞围着这块料子转了几圈,仔细地用灵气查看了玻璃种与冰种的接壤处,正用心观察的时候,突然,一个白乎乎的身体插入了他的视线和石头之间。 白石,别闹,先去玩。 庄瑞哭笑不得地把铺在石头上的白石给推开,白石对于灵气的感应相当灵敏。 每当庄瑞对外释放灵气的时候,这大家伙总会跑过来凑热闹。 此时白石就用一种相当无辜的眼神在看着庄瑞,似乎在责怪庄瑞偏心,往着石头弹子上释放灵气都不给他梳理身体。 好不容易将白石哄了出去,庄瑞拿出遥控器关上了车库的大门。 这要是在解湿的时候被白石这么一干扰,万一切到玉肉,损失可就大了。 拿起粉笔,仔细地在毛料上划过线之后,庄瑞费力地将其抱在了切石机上。 他准备将这块毛料先切为两块,一块为玻璃种的红肥,大约有十五六斤重。 另外一块是一半极品红肥,一半冰种红肥,这是庄瑞此次准备打磨镯子的原料。 插上切石机的电源,庄瑞按下了手柄上的按钮,顿时,合金制成的齿轮片擦擦地转动了起来,灯光反射在上面,微微有些刺眼。 对着画好的白线,庄瑞用力地将齿轮向石头切去,随着咔咔的声音,碎石蟹四处飞解,一股枪人的灰尘弥漫在车库里。 庄瑞一不小心吸入了一口灰尘,被枪得连声咳嗽起来,不过那双手还是很稳定地从画好的白线往下切着。 看到齿轮片切下去大约二十公分左右,庄瑞连忙停住了手,用清水清洗了一下之后,向切出的缝隙看去,隐隐有红光从了狭细的缝隙里冒了出来。 在合金齿轮片的齿轮处,还有一些细碎的翡翠碎片,看他庄瑞心疼不已。 按理说,切割这样的极品红肺,最好是用极光切割,可以把损耗降到最小。 只是庄瑞没有那样的条件,就只能硬来了。 玻璃种玉肉和冰种玉肉连接的地方还好,那里有一片颜色暗红的雾状晶体。 但是,要将这一整块玻璃种料子分开,庄瑞估计,自己损失最少要在五百万以上。 切实机的齿轮片直径四十公分左右,如果太薄的话,就很容易卡在石头里折断,所以厚度要比打磨机上的齿轮厚处许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明儿个那位卓裕师傅就要来了,庄瑞现在去哪找极光切割机啊。 将毛料翻了个身子,庄瑞对着另外一边又切了下去,这整块毛料厚度大约在四十公分左右。 这一刀切下去,整块毛料就分成了两半。 用清水清洗干净切面之后,那红艳艳的翡翠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令人迷醉的色彩。 庄瑞把手放在上面,看到自己的一双手都变得红彤彤的。 抚摸着光滑切面上那充满了凉意的翡翠,刚才的紧张与疲惫顿是一扫而空,带之而来的就是兴奋。 不管是什么颜色,只要纯到极致,都是美丽的。 这块红匪就是如此,鲜艳亮丽的红色,配上了犹如深山溪流一般透明的肿水,深深地吸引着庄瑞的眼球,久久舍不得从中挪开。 足足有七八分钟的时间,庄瑞的身体都保持着半蹲的状态。 直到两腿发麻酸软了,他才反应了过来,打了一个亮枪。 要不是扶着切尸机,肯定会摔倒在地上的。 烫娘的,不买。 玻璃中的料子,一块都不能卖。 街面上的红匪肉质细腻,手摸上去冰爽温润自然。 那种天然闪烁出的荧光,足以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沉迷。 当然,也包括了身为男人的庄瑞。 看着这迷人的翡翠,庄瑞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想着, 不光是女人对发光发亮的珠宝有兴趣, 就是男人在看到这种醉人的色彩之后,也会沉迷进去的。 平静了一会儿心神之后, 庄瑞开始动手将那块准备留存起来的极品红匪的外皮给擦掉。 随着打磨机的声音响起, 车库里又荡起齿轮和石头的难听的摩擦声。 庄瑞很小心地将石层一点点地打磨掉, 破碎的石屑在他脚下铺了厚厚的一层。 过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才算是将那块由小半个足球大小的极品翡翠完全地给解了出来。 庄瑞把这块翡翠放到了地上的水盆里, 顿时,一盆水都被渲染成了红色, 并在灯光的照射下将整个车库都变成了暖色调。 在看向自己身体的时候, 发现身体上的衣服也变成了粉红色, 庄瑞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久久不能合拢。 如果此时车库里有个女人的话, 肯定会被这色彩渲染得美艳不可防物的。 这也是女人喜爱珠宝的原因之一, 一件好的珠宝作品, 在特定的空间与灯光的照射下, 绝对会将主人的气质衬托得更加高贵。 又欣赏了一会儿之后, 庄瑞将那块极品红匪从盘里捞出来, 放到了一边, 然后开始动手解另外半边极品红匪和冰种红匪了。 这两块才是他明天需要拿出来的。 而刚刚解出来的那块, 庄瑞已经打定了主意, 将之放到自己的收藏室里面去。 红匪不单只能做手镯, 也可以做成百剑。 那半块红匪如果能被钓鱼大师根据其形状设计成一个百剑的话, 其价值是不会低于慈禧太后曾经把玩的那个翡翠白菜的。 要知道, 曾经有专家评估过, 那颗翡翠白菜如果拿出去拍卖的话, 估计其成交价应该在两亿元人民币以上。 很多朋友只知道翡翠其名, 却不知道翡翠的名称其实是来自于鸟名。 这种叫做翡翠鸟的羽毛, 非常鲜艳。 雄性的羽毛呈红色, 名翡鸟。 雌性的羽毛呈绿色, 名翠鸟, 合称翡翠。 国人对翡翠向来情有独钟。 而红匪作为翡翠的一种, 将中国红与翡翠完美的结合。 其色彩娇艳欲低, 越来越受到女性的青睐。 从价格上而言, 极品红匪的价格, 已经不低于帝王绿玻璃种的饰品。 只是这两者的数量都太过稀少, 偶尔出现那么一两件, 也会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被人抢购收入囊中的。 剩下那块翡翠, 接起来要复杂一些。 庄瑞先用切尸机, 从玻璃种料子和冰种料子之间的那物状晶体处切了下去, 将两块不同品种的玉肉切开之后, 又竹块地将其外层的表皮擦去。 等将两块翡翠都解出来之后, 庄瑞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他居然整整忙活了六个多小时, 连一口水都没喝, 这一停下来, 顿时感到浑身酸透, 填了一下嘴唇, 有一股淡淡的咸味, 却是刚才张嘴的时候, 粘合在一起的嘴唇, 骤然分开的时候, 硬生生地拉扯掉一块嘴皮。 用灵气将自己的身体梳理了一下, 浑身都感觉清爽了一些。 庄瑞打开车库大门, 强打起精神, 拉起车库外面的水管, 将车库地面的石屑灰尘, 全部都给冲刷出去之后, 这才带着几块红匪料色, 回到了别墅里面, 真而重置地放入到地下室里面。 擦,还让不让人活了? 庄瑞觉得自己刚睡下没多久, 那手机铃声就不依不饶地响个不停。 有心不去接, 但实在被吵得睡不着。 拿过来正要挂断的时候, 看到上面显示的吴家两个字, 脑子顿时清醒了过来。 吴小姐是吧, 稍微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到。 庄瑞看了一下时间, 居然已经快上午九点了, 连忙按下接听键, 对着话筒说了一通。 不用着急, 庄瑞, 罗叔叔打电话来, 说可能要下午才到, 我就是通知你一声的。 吴家的话, 让庄瑞只想吐血, 哥们儿, 我昨天可是忙活了一夜呀。 三十四章 罗江 倒头又睡了个回笼觉, 直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肚子饿得开始咕咕叫了, 庄瑞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出门就看到白狮可怜兮兮的爬在门边, 想必也是肚子饿了。 庄瑞拍了拍脑袋, 自己这主人当的可实在是不怎么称职。 还好冰箱里有庄民买的肉骨头, 庄瑞淘了点米, 用高压锅和骨头一起炖上了, 十来分钟后, 就搞了一锅肉粥, 算是给白狮做好了饭, 自己拿出两袋方便面煮了吃了。 奶奶的, 都说这有钱人整天吃的是山珍海味, 哥们儿这方便面里面连个鸡的都没有。 哦, 不过倒是海鲜面。 打了个宝格, 庄瑞随手将碗丢到厨房里, 这日子过得和在中海出租屋也差不了多少呀。 吴家的电话还没来, 庄瑞左右无视, 把准备啄出来的两块翡翠玉肉从地下室里抱了出来, 放到客厅的桌子上, 尤其打凉了起来。 昨个解出来之后, 实在是太累了, 都没怎么细看。 那块小点的, 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翡翠, 是玻璃种的, 和昨天解出来的第一块品质相同, 偏西的阳光从窗户里照射进来, 落在那块翡翠上, 显得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令人目眩。 即使庄瑞昨天已经看过了一次, 此时也不禁深深的沉迷了进去。 如果说灯光下的洪匪, 像是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漂亮内廉, 那么阳光下的这块洪匪, 就像是热情奔放的少妇, 燕光四射, 只目回眸之间, 动人心魄。 目光停留在这块翡翠上许久之后, 庄瑞才收了回来。 看向那块冰种的料子, 这块料子与旁边的玻璃种洪匪摆在一起, 差距很明显的就凸显了出来。 虽然颜色相差无几, 但是光泽显得有些阴暗, 无法给人那种似乎有潺潺溪水在其中流动的感觉。 冰种洪匪的体积要比玻璃种大出了许多, 重达四十多斤, 足有一个篮球大小, 这要是手艺高车的卓裕师傅, 最少能取出三十只镯子出来。 剩下的那些料子还可以做成挂件, 把玩件, 吊坠和耳环, 也是价值不菲。 庄瑞现在心里已经开始计算了起来, 这两个拳头大小的极品洪匪, 应该能掏出五副镯子来, 价值就在五千万以上了。 当然, 庄瑞是没打算将其出售的, 他准备拿出一副作为外公和外婆的结婚七十周年贺礼, 送给外婆, 另外四副先留在手里。 想到这里的时候, 庄瑞的脑中忽然出现了几个女孩的身影, 秦宣兵自然是第一个, 然后就是英姿萨爽的苗警官, 还有那温柔可人的送货室, 不过最让庄瑞心头痒痒的, 这是风轻万种的刘大主持人。 哎, 左人不能太无耻啊, 庄瑞用力的咳嗽了一声, 把自己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随手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妹妹,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电视里两个女人的对话, 忽然让庄瑞瞪大了眼睛, 因为那坐在马上的女子手里所拿的, 正是一副手镯。 不行啊, 姐姐, 我是小的, 应该你收我这份礼物才对。 不是, 你听我说, 这是世玉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呀。 啊, 你这个是世玉的传家之宝, 我这也是呀。 这时, 旁边萧芳芳所演的风世玉的母亲, 拿出了一大串手朵来, 说道, 来来来, 出来行走江湖, 最重要的就是个礼字, 俗话说得好, 礼多人不怪嘛, 见着有范啊。 随后就是那位功夫皇帝, 夺命狂奔的镜头了。 庄瑞以前看过好几次这片子, 只是现在心里刚刚想起的那龌龊念头, 怎么与电视上那么相似呢? 自己刚才还思量着这手朵送给谁呢? 哥们是正经人, 唉, 不过这年头, 好像除了阿拉伯人, 没人再能三七四切了吧。 庄瑞长叹了一声, 换了个台, 谁知道, 正好放着有几十个儿子的那位中马皇帝康熙, 看得庄瑞也是一阵的兄们, 记得直接把电视给关上了, 这不明白这欺负人吗? 哥们儿色心色胆现在都有了, 旁边却是没有女人。 还好就在此时身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硬生生的将庄瑞心中的邪火给压了下去, 看了一下号码, 是吴家打来的。 罗师傅到了, 好好, 我马上就到你店里去。 庄瑞听到那位吴老爷子的徒弟已经到了, 挂断电话之后, 联盟将两块毛料索回到地下室里, 驱车直奔石头斋。 小庄,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徒弟罗江, 出世有十多年了, 现在在扬州雕工里, 也是数得上名号的, 给你卓裕, 不会摆下你的料子的。 庄瑞刚走进石头斋, 就看到吴老爷子正坐在店里的沙发上, 陪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说着话。 吴家在一旁给两人倒着水, 老爷子手不好使, 眼睛倒是不错, 一眼看到了庄瑞, 联盟伸手招呼他过来。 罗师傅你好, 这次要麻烦你了, 老爷子, 您坐下, 怎么敢让您起身呢? 庄瑞走了过去, 和中年人打了个招呼, 看到吴老爷子起身迎接他, 联盟伸手搀扶住, 说道, 老爷子, 您这精气神比前段时间可是要好多了呀。 哎, 老朽了, 连打几副镯子都要搬出徒弟来, 不中用了。 老爷子叹了口气, 对身边的徒弟说道, 罗家, 小庄可是对你师父有恩的人, 他的伙计, 你要干好了啊, 咱们行里的规矩要记住, 别搞那些虚头霸脑的事情。 罗江文言连忙站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师父, 您放心吧, 我懂规矩, 保证不会给您老脸上抹黑的。 行了, 我这些徒弟里面就说你的名声最好, 手艺也不错, 这才让你来的, 你先和小庄谈一下, 家家, 扶我一把, 咱们去礼物。 吴老爷子颤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 由孙女扶着进入到里面去了。 罗师傅, 吴老这是怎么了? 这卓裕的行当里有什么规矩? 庄瑞看出来了, 吴老爷子是不想听两人的谈话, 估计是避嫌走开的。 罗江站起来和庄瑞握了一下手, 把庄瑞让到沙发上, 说道, 哦, 像这样的私伙在卓裕行当里的规矩是不准泄露东家的信息的, 师傅他老人家最看重这个, 所以才有这话。 庄瑞发现罗江的个子很高, 比庄瑞还要高出一些, 人长得很寒厚, 笑起来给人一种可以信任的感觉, 而且他的手也很宽大, 在虎口和手指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和庄瑞想象中卓裕师傅的那双桥手完全不同。 不过庄瑞听古老爷子说过, 卓裕这行当里的卓裕师傅们和自画书法大师们有些相同, 那就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是他们的巅峰时期, 因为二三十岁的时候, 经验难免会不足, 而到了五六十岁, 经历就有些不济了, 所以四十出头的年龄, 是最容易出成绩的年纪。 像现代和古代一些名家的作品, 流传下来的巅峰之作, 都是在其壮年时完成的。 虽然有些名家在晚年的时候, 也是不法精品, 但是无论从各方面相比较, 还是中年时期的作品最为完美。 当然, 像古老爷子这样的卓裕大家, 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其眼界和经验要远超这些后辈们, 真的去花费力气做出来的物件, 也不见得比他们差, 但是从时间和数量上来说, 自然就远远不如了。 打个比方说, 古老爷子花费半个月雕琢出来的物件, 肯定要比罗姜三天雕琢出来的玩意儿好, 但是相差也不会很大, 所以像庄瑞打磨镯子这样, 对手艺要求不是太高的活, 由罗姜来做,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庄老板, 不知道你的料子背齐了没有, 要是都准备好了的话, 咱们今天就能开工了。 罗姜看样子是个实在人, 没提一句工钱的话, 直接就要开始干活, 不过这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嘴上说得再好听, 手上没好活拿出来, 一样没用。 玉石料子我倒是准备好了, 不过不用急, 你刚来鹏城, 要不要先休息一天, 就住在我家里好了, 卓鱼的场所也在那里。 庄瑞心里对这位罗师傅很满意, 接着又说道, 晚上喊上乌老,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这事也要多谢谢乌老爷子。 罗姜听到庄瑞的话后, 说道, 师傅估计是不会去的, 还是算了吧。 果然, 在庄瑞进到屋里, 给老爷子一说, 乌老爷子还真是不同意, 摆着手说道, 别搞那些了, 我老头子什么都吃过了, 要是以后有好物件, 摆到我店里给老头子我撑整门面就行了, 你们俩去忙活吧。 撑, 老爷子, 回头我就给您个惊喜。 玻璃中料子雕桌出来的物件, 中瑞不打算卖, 但是那些冰种料子桌出来的玩意儿, 倒是可以给乌老这店里一部分摆卖的, 而且自己那些冰种料子, 颜色十分正, 打磨出来的红玉手镯, 虽然不能与血玉手镯相比, 但是一副镯子的价格, 也是要高达百万左右的。 感谢您的与血玉手镯, 这就是与血玉手镯感谢您的电影,